哈喽啊 家属们 今天来一期开箱视频啊 接下来由我们的小米的妈妈来进行开箱 那就是我了 第一个是一个黄色的奶酪陶瓷窝 超级大 又请我们的模特小米进去试一下 这个陶瓷窝都可以装下两个大熊了 接下来是第二个是一个小号的奶酪陶瓷窝 小号的适合猪乳和小一点的熊了哟 这个夏天怎么能不安排一个陶瓷窝呢 果然我们的小米民也喜欢大的 这个小的他好像不愿意进去 让我们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一个浴室 这个浴室是一个鞋面设计 方便叔叔进出方便一些 好 下面有请我们的模特小米进去试一下 你们没有杀 没有杀我不愿意进去 我要出来 第四个是一个啥呢 是一个绿色的陶瓷冰点 这个绿色很好看 小清新的感觉 有请我们的小米模特来试一下 差不多 接下来是一个趣味魔方 是个小玩具 真的很好玩 我想自己拿来玩 我不想给他们用 第六个 这样看像一个巨大的鞋 但是它是一个临时躲避屋 我们把刚才那个绿色的冰点拿出来试一下 好像刚刚好 这简直不要太完美了吧 我都想住进去了 接下来的这一个也是躲避屋 但是它要比那个临时躲避屋大一些 大很多 上面还有两个可爱的小汤许 一个限定的端午躲避屋 拆开的时候我也经验到了 它真的好大呀 这个就适合两只叔叔一起住 放在笼子里 为了节省空间 可以把这个陶瓷窝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好喜欢 主角 总是最后一个灯坑里 里面有一个牛皮的防滑梯 好像 这个质量确实没得说呀 这一对东西造景简直绝了呀 都好好看的配色 后面给你们看看这些东西造景到底怎么样 下期再见啦 姨们